大家好 这里是房车美食日记 我是花爪 今天将是我们在兰州逗留的最后一天 所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居住环境 看看那边就是黄河 然后看一下这边 这个全是树木的地方 这个山脚下 白塔山公园的脚底下 金城关的这里 我们在这里住了五天的车 晚上这边都会开灯的 非常漂亮 过了这条中山桥呢 就要到达我们今天觅食的第一个目的地 再回首 我们准备去那里吃一点兰州本地的小吃 这座桥修建于一百年以前 大概是清末的时候 由德国人修建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条网红桥 很多网红在做直播 这是两拨网红 好了 我们已经来到了木塔巷 我们要吃的那家再回首就在这里边 好像是挺多吃的 土豆片夹馍 擀面皮 擀面皮 酸儿腊女 酸腊粉 哦天 那酸腊一起吃 不是要生双胞胎 黄焖鸡 麻辣烫 刀削炸酱面 哇 搓鱼子 我觉得应该 在这儿 哎 金城鸣小吃 果然是小吃 1993年到现在也有24年了 哎 你这个是谁 走走走 来吧 看看我们的小吃们 这个是热冬果 冬果好像就是那个冬果梨啊 然后他们不知道是怎么个熬法 一会尝一下 我还想吃一个完整的 我看人家卖的都是完整的 人家放在那里是完整的 卖的时候应该也是要给你切开吃的吧 啊 是这样子啊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饼子 这个饼是土豆泥饼 比较特别啊 好烫 下面这个是肉饼是推荐的 哦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 高蛋软皮 这个也是朋友推荐的 是EST推荐的吗 是的 说这个比较特别 我也不知道特别在哪里 这个里面看得出来是有凉皮一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豆芽 芝麻酱 这个是辣子 牛泼辣子 芝麻酱还蛮多的 这样小份小份的挺好的 可以多吃的 来 这个是灰豆汤 我们之前吃过的哦 但是他们家的灰豆汤呢 没有花生碎 上次我们吃那个灰豆汤还蛮好吃的 应该是用豌豆炒一下 然后和碱面一起熬的 因为有碱好像会变黑是这样 然后出锅的时候可能还要勾点芡啥的 然后这个好像没有我们上次吃的那个稠 来吧 尝一下咯 和凉皮不一样 我觉得它口感介于凉皮和面条之间 有点韧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蘸料 这个凉拌的料不错 我先来吃个土豆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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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这个感觉好特别啊 我从来没想到土豆泥可以夹在饼里吃 看 哦 是这样的 就是土豆泥 然后加了葱花 我觉得甘肃人很喜欢吃土豆 我看到他们有那种一碗一碗的土豆泥 然后还有浇酸汤汁在里面 还有那个马三羊鱼片 我们贵州人也是翻着花样的吃土豆 我觉得这两个省可以在土豆上面 亲切友好的交流一下 我不太喜欢吃面式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两句很好吃 嗯 细腻的 又肉嘟嘟的 然后芝麻酱很香 饼外侧 平时很软很薄 然后炸的有点微脆 然后夹着这个土豆泥 然后整个的口感就是那种软绵绵 然后又有点沙沙的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他们家调味很适合我 清爽 各种调味料感觉很平衡 然后又很柔和 又到位了 是的 我就觉得他们家这个料汁不错 应该所有的都是用这种料汁拌的 嗯 还可以 这家店 嗯 虽然它有很多小吃 看起来像是一个那种小吃的集合 但是 不像是那种偏游客的东西 对对对对 这个肉饼里面的肉薄薄的一层 你看到了吗 然后还挺香的 这个饼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 酥脆的饼 它的馅料吃起来很香很香 就里面好像有花椒油 你吃出来吗 没有吧师兄 然后我们喝点灰豆汤了 我觉得没有那家的好喝 它这个灰豆汤 甜味淡淡的 没有那家那天那个甜 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点点咸味 就是各家的灰豆汤做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各家的灰豆汤做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 好 下面是这个热冬果 蜂蜜 有点蜂蜜 有点冰糖 有点梨的味道 然后还有枣和枸杞 你知道为什么要把梨煮了吗 不知道 因为酸 我之前没吃过这样的煮梨 最多就是自己蒸梨来吃 我觉得这个煮梨的感觉也还蛮特别的 可以尝一下 而且我觉得在秋天吃应该特别好 润肺的嘛 对呀 因为这个东西挺养生的 然后我们又去买了一个准备打包带走 这个热冬果刚才我查了一下 相传它是唐朝宰相味噌 就是那个天天怼唐太宗不给他面子的那个味噌 他母亲感冒了味噌在家里研制出来的做法 他们把这个梨冻起来 冻完了以后用小火慢煮 然后再加红枣冰糖 那它那个淡淡的药味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好了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 看这边门面这么小 但是居然也是一家20年老子号 感觉随便一样就是20年老子号 老板我觉得你们家的羊杂汤好喝 你们炖了多久啊这一锅汤 这一锅汤从早上一直晚上 炖到晚上 哇好软啊 好吃 这个羊杂汤真的是我到目前为止喝的最好喝的羊杂汤 所以我们又要了一份 就在街边不起眼的小店门链不超过10平米 而且刚刚菜的肺片就我吃到了 爪爪没吃到 这次让你吃到 哇这边好热闹啊 这个叫永昌中路啊 好像还不是正宁路的夜市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 哇招聘小仙女 这边果然是仙女的原产地 莫高窟有那么多小仙女 这样的夜市逛前好舒服啊 大学时候下了课 晚上再睡一会儿 然后出来逛逛夜市吃吃东西再回去 我当时能够连吃三个砂锅 我曾经有一个寒冷的冬夜 自己出来提了17个饭盒回进食 怎么能够这么惨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蓝州的网红夜市 正宁路 我们今天的目标有两个 一个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牛奶牢骚鸡蛋 以及放哈甜胚子奶茶 走了 走 你看牛奶鸡蛋牢骚的果然到处都是 嗯 要吃一个没胡子老爷爷的 那个店叫没胡子老爷爷 还是他的主人是一个没长胡子的老爷爷 他的主人是一个没长胡子的老爷爷 你确定吗 哦这个这个绝对是这家 哎不是这家 这个老爷爷是长了胡子的呀 嗯 你确定是在这儿吗 我确定 那我到前面看一下 哇塞 这些都是在排队吗 哎呦果然是正宁路68号 没有排这么长 正宁路老马牛奶鸡蛋牢骚68号 这边都是在排队这个鸡蛋牢骚啊 嗯哼 排了那么长 对啊 好天啊 我们排了大概有20分钟的队吧 这个梅胡子老爷爷终于出来了 这个好简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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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车上的现有材料都可以做的 哦有牢骚哈 那估计牢骚就是放在那个一开始那一大盆牛奶里面了哈 对 哇 哇 好香 嗯 蛮好喝的 我觉得啊 它里面的材料都挺普通的 配在一起就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 他们家这个完全不是很甜 甜度正好 很适合 比现在很多奶茶好喝多了 整个感觉很香 今天这么冷 在瑟瑟的寒风中喝一碗 感觉整个人都暖和起来了 没了苗总 又是鲜鲜鲜拿铁 就是姜水 姜水也能做成饮料 我觉得这个店好像蛮有我们西北特色的 吃的感觉好暗黑啊 我本来想着用一小杯奶茶 结束我们今天的夜市探索之旅 结果这个奶茶好像有点大 它的高度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粗度你看 用我的脸冲一下 哇 现在跟你脸差不多大了 13块钱一杯 甜胚子奶茶 甜胚子好像是燕麦发酵的 奶茶是普通奶茶 但是这个甜胚子放进奶茶以后 整个奶茶的逼格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这种土洋结合的感觉 我竟不知该如何形容 甜胚子在当地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食物 我们之前去西宁也有吃过这种类似的甜胚子 这边可以放在酸奶里也可以放在牛奶里 但是放在奶茶里而且这么大一碗 我觉得没吃过这个东西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试一下 很有特色 很有特色 我期待这样子有创意又好吃的食物能多一些 好了 今天的夜市探索行动 就愉快地用一杯小奶茶来结束吧 大奶茶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关注我们 视频下方的留言我们都会看的 也会努力给大家回复的 关注房车吃货收获双倍快乐 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